家長帶小朋友打疫苗 希望小孩能立抗病毒 嘉義有位徐媽媽 八個月的女寶寶 就在六月四號確診 不過目前已經恢復 於是六月二十一號 帶著孩子到太保市衛生所 施打例行性疫苗 B型肝炎預防針 沒想到施打前的問診 被醫生要求馬上離開 徐媽媽當下相當錯愕 事後臉書破文抱怨 說醫生不但要他們離開 還拿酒精對他跟女兒狂噴 覺得很不受尊重 難道確診過就被當二等公民嗎 對於指控當事醫生出面表示 對於當天沒說明分流細節 導致這場誤會相當的抱歉 雖然目前疫情趨緩 但是仍舊有不少人確診 當事人徐媽媽希望 大家對於確診者或曾確診的人 不應該有異樣的眼光 因為誰都有可能成為 下一位確診者 華視新聞成績幫 崔崔平成績人 嘉義報導 探純平成績施 妳 om